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薰的實況 我是薰古烈 今天要不要玩一點 我們要玩的文本是 皇家聖獸學院 好啦 今天已經來到了 第六集 那我今天就是預錄 那個皇家聖獸學院的第五集跟第六集 那各位看官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一樣有like challenge 只要這部影片突破兩個喜歡 我覺得預定在錄製第七集的皇家聖獸學院 不過可能需要稍微等候一下 因為我這次就是一次錄兩集 那我會再找時間錄 但是就是希望可以這部影片突破兩個喜歡 好啦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劇情 上一集呢 恩那個 我們接到了非常詭異的轉學生的傳聞 但是很確定應該就是 李市長散播的謠言了 那我們要如何對應呢 對 碰到這個很奇怪的謠言 而且希格諾斯可能真的會傻傻相信 我們要如何對應呢 我們現在要繼續跟 納因哈特來討論 好 希格諾斯往哪裡 喔 他居然還跑到別的地方去了嗎 不久前小姐還在辦公室了 去哪了呢 快給希格諾斯小姐打電話看看 打電話打電話 那應該不會怎樣吧 等一下等一下 有訊息 有訊息 怎麼會有訊息 喔 這已經很久了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打電話給希格諾斯吧 我也沒接吧 喔 有有有有有有 喂 薰谷烈 我正在去呢 不用擔心 金斯基不知道 去哪裡 蛤 你不是讓我偷偷出來的嗎 我看到你命運之轉教生署名發過來的訊息了 完了 他被騙了 啊 電話 電量不夠了 一會兒見 先掛了 還不知道跑去哪欸 希格諾斯 希格諾斯 糟糕了 糟糕了 這不太妙 希格諾斯往哪裡 什麼 手機關機了 知道希格諾斯的約定定點在哪嗎 什麼 你應該問清楚約好電 沒有啊 還沒講完就掛電話 怎麼下去 希格諾斯小姐 希格諾斯小姐她 糟糕了糟糕了 哈哈哈哈 其實 我就是命運之轉教生 天啊 嘴唇果生透啊 你就這麼傻傻相信了嗎 是啊 為了不讓這所學校倒閉 聽說過該怎麼做吧 喔天啊 他其實很不願意啦 痾 命運之轉教生居然是你 為了學校的未來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來吧 把我的嘴唇交給你了 會有人阻止他嗎 你們不會有人阻止他嗎 我覺得主角的臉綠綠的 不是臉啊 頭上 原來只是想像而已喔 不要嚇我啊 DAME DA 大家都很那個很抗拒呢 果然是很不行的吧這種事情 怎麼會 希格諾斯看待奶子還是有一定眼力了吧 可是希格諾斯的話很有可能 本來就過於單純 什麼話都會相信 一定要阻止這件事情 奧斯和伊蒂娜搜索校內 鷹眼和米拉伊 伊卡樂特搜索校外 還有薰骨烈 你就乘坐公共汽車搜索城市周邊吧 好 要去尋找可疑的地方 走吧 趕快囉 趕快過去 各位看官有看到這個寵物嗎 對 這是最近那個事前登陸送的 就是一隻卡蒂娜職業的事前登陸 他送我一隻寵物 但這隻寵物也有期限喔 好像是到四月四吧 對 他 他除了很可愛之外 他還會幫我撿封閉跟道具 算是蠻有用的 因為我本身也沒有任何的寵物 以後打怪應該會很有用處 好 總之我們趕快去公車站吧 公車站 這裡 尋找可疑的地方喔 是...是有要搜索嗎 還是...欸 沒有 沒有要搜索喔 直接走傳送點就好了 有嗎 有可疑的地方嗎 欸 又是殺人精欸 欸 天啊 天啊 是怎樣 殺人精在這個世界真的是偶像就對了 可是我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看過殺人精一點 而且殺人精好像是學生吧 恩...要在哪裡下 恩... 我們先回學校前面好了 我覺得我們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不對的 可是...這附近有什麼 這附近沒有什麼東西啊 我看一下 恩...去... 晚霞空地 為什麼... 不一開始就說清楚啊 晚霞空地是吧 這裡 喔 找到莉莉了 莉莉怎麼在這裡 收藏獲金愛爾文的福 沒有一天是平靜 熏谷烈這裡這裡 莉莉你見過新格諾斯嗎 怎麼會沒看見呢 剛剛之前還錄過我這裡 比起那個 熏谷烈 我分析了你給我那些奇貌的灰塵塊 結果發現了有趣的事情 垃圾是對某些人... 類... 心靈的黑暗一面 產生而成的怪獸 對別人怨恨的心情 嫉妒的心情等等 垃圾是一點一點 產生那種心情然後逐漸成長的 還有就是 當那種心情的黑暗面 因為... 某些人... 或事物而... 膨脹到極大時 垃圾就會變得非常巨大 再也不會隱藏起來 而是到外界無差別的攻擊人類 而那就是鬧事者 所以又要... 又要... 又跟... 等等又要有跟那個有關的任務了 不知道是誰 針對希格諾斯的熊惡之心 他有熊惡之心嗎? 正是那個變成垃圾 充斥在這座都市裡 一定要抓緊 除掉這個元凶才行 看來選... 出發就是打怪喔 沒有關係 我們就出發吧 拜託你的熊骨烈 好 那我們先開BUFF 我看來這集要打文本了 打副本 然後我要先測試一下 這邊有怪有經驗 有 有經驗 那我們... 趕快吃個... 經驗加倍券 我們工坊有 工坊有 然後BUFF也有 沒問題 我們就把怪物清乾淨 清乾淨... 清掃垃圾 其實我們... 錄了這兩集 然後解完那個任務 真的應該會出現燈泡之類的吧 我們這兩集已經打了很多的怪耶 已經聊的東西夠多了 我已經... 暫時想不到還可以聊著 欸? 所以他就只是送我硬幣耶 沒有跳出任務 是嗎? 看一下 這是傷害自行 這是硬幣 我們現在CLEAR了嗎? 應該是CLEAR 還有怪物 在哪裡? 躲角落是吧 啊 躲角落是不是 只會躲在角落 有可能是出來面對阿 好啦繼續 欸對了 那個... 我的寵物會幫忙撿東西 所以我應該是不用再按Z 應該吧 對阿 鳳凰會幫我們清上面的 所以我... 不一定要先打上面 那阿 我就先打這裡好了 這邊應該是三關吧 應該不會再多了 好 目前看來只錄了8分鐘 看起來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以了嗎? 可以了 更多了 我們的BUFF看起來時間還沒到 喔 不是很想開箭座 我一定要跳上去 因為箭座實在是太長 我想想還有什麼招可以用 欸等一下吸血劍 吸血劍 有吸血劍嗎? 沒有吸血劍 那我們得小心一點 不要再損太多血 喔有吸血劍 剛好BUFF也還沒過 可以CLEAR 吸血劍 吸血劍 噢 看來我們是趕上了吧 吸血劍 又見面了 呵呵呵 我們看他 有沒有真的那麼單純好不好 現在就可以知道了 這是現實了吧 捏一下自己的臉 嗯 應該是現實 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嗎 呵呵呵 當然有了 因為我就是你 尋找了 命運 命運 運的 什麼 我是 抱歉 我不是命運之轉校生 啊發生什麼事了 他怎麼突然又 又回口了 呃倒下了 又有怪獸搗亂嗎 我無法再欺騙自己了 抱歉 我無法和你結婚 吸個諾斯 他是突然良心不安是不是 嗯 那個 雖然不清楚是什麼意思 我還跟朋友有約 所以 我先走了 他是有受怪物影響 還是真的 就只是良心不安而已 兒子 你剛才幹什麼 居然把機會踢開了 你怎麼把吸個諾斯 就放回去了呢 還是我們把他的負面情感打掉 他就突然崩潰了 找到了 混蛋 吸個諾斯在哪 那個希格諾斯 希格諾斯 希格諾斯 別再跟我提他了 我是不會和希格諾斯結婚的 我的性 有別人 誰啊 誰都可以不要殺人精 就 好... 好好好 不是殺人精就好 去然這樣子就愛上他了嗎 可是你也是把不到的阿 我不 ابしゃ很現實的跟妳說 尤其你又惹他生氣了啦 基本上是更不可能 原來如此啊 可是我覺得機會渺茫啊 你都已經把他給折火了 我們先姑且不論長相有問題 你不能夠讓他對你有不好的印象啊 他才沒有這樣講 他才沒有這樣講啊 拿我舞蹈是很會嗎 好像啊 你是...你是國中二年級的... 在打字是嗎 好像啊 好想是誰 怎麼好像很多人打字都會犯的錯誤 原來如此嗎 媽媽 我想要平坦的學生 你跟他們同樣的朋友嗎 哼哼哼哼 生氣了 總不可能直接不認這個兒子了吧 其實沒有不錯 好啦 普通好不好 這就是很普通的母隻 媽媽在罵小孩那種感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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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 就像是媽媽在罵小孩那種感覺 哈哈 他們現在一定看得很無言 其實你說的也是很有道理耶 雖然... 雖然她是你媽媽沒錯啊 可是你說的其實也蠻有道理的 可是你說的其實也蠻有道理的 我沒有希望往這個發展啊 這樣真的不太好 不行啊 這樣真的不行啊 所以你的計畫還要繼續嗎 這樣真的好嗎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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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負面情緒要爆發了嗎 還是要打BOSS了 要打BOSS了嗎 果然 我就知道喔 又一個麻煩製造者 欸 那個鬧事者 是不是會有七個 然後 那個 會根據七大罪 然後變成七個鬧事者 軍國列理事長的邪惡之心 爆發的鬧事者 那在別人發現之前 趕快消滅掉 好 OK 沒問題 不就是打BOSS嗎 這種事情我最擅長 不過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給什麼異常的狀態 反正我也有萬能療傷藥 沒問題 好 直接打架喔 對吧 沒問題的 非常輕鬆 除非他會給我異常狀態 喔 解決了 好 非常的輕鬆 這比什麼打 打90隻怪物還要輕鬆的多 呃 神獸是我的 我的啊 沒關係嗎 看起來樣子不太好啊 非常 非常 情節非常關心他欸 沒事了 這位大姐本來就有點不正常 喔 說話很直接啊 莉莉 不愧是 不愧是隱藏了一點毒蛇屬性的妹子啊 請進 喔 是賀莉娜欸 警察欸 為什麼會來 就是有什麼事情 已經到警察都出面的程度 啊 警官姐姐 對理事長的調查進行的怎麼樣 趁這次機會 對理事長周圍的人物 全部調查了一下 為了除掉這所學校 秘密謀化了不少 原來這麼誇張喔 居然和建築商勾結 哇 這我還真的不知道欸 計畫在這裡建百貨商店 哇賽 還好 還不就還好有發現 天啊 理事長居然做出了那種計畫 不過應該叫他理事長 犯下的錯誤就要受到處罰 不是嗎 就這樣吧 以後有什麼事情隨時的聯繫 希格諾斯小姐 看起來美金打彩了呢 答應哈特 我是不是太過單純了 今後還有什麼事情是能夠相信的呢 沒想到理事長在我身邊 居然有的那種陰謀 實在是無法想像 好啦 至少你知道了 你現在知道了 還有喘孝生的傳說 雖然度過了短暫的快樂時光 但也沒想到都是假的 你是說尋鼓烈也是假的嗎 我居然會相信那些話 我是不是很傻 不 關於命運之喘孝生的事情 確實是存在的 嗯? 我在讀書室找到一本有趣的書 其中有幾任校長對這所學校所發生的事情的紀錄內容 很奇怪的是 書中數次提到 命運之轉校生這個詞彙 也就是說 命運之轉校生 是從第一代校長開始 一直帶帶相傳下來的傳說 等一下 你們這所學校的名 就 前幾年 大概一兩年前才 把舊的學校整個拆掉同蓋 為什麼會有好幾任的校長 這是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內容是 當作有學校陷入危機 命運之轉校生 會把學校拯救出危機 那是誰應該很明顯了吧 怎麼樣?原文是不是很簡單? 亞莉達理事長製造流言蜚語 其實也是根據真正的傳說 進行一番修飾而已 那熏谷烈真的是 是啊 我並不相信什麼傳說啊 命運啊 這些不合邏輯的東西 到最後還要長得累一下 不過這一隻嗎 我還是比較感興趣 第一章完成了嗎? 還沒 還沒完成 先跟莉莉對話一下 強烈命運之神索 命運之轉校生 叫我們命運之轉校生 喔!妹子型態 好久沒看到了 辛苦你了 在取笑我嗎? 哈哈 怎麼可能呢? 我只是說了真相 狩獵垃圾和鬧事者 守護學生們的轉校生 怎麼可能不特別呢? 這個世界的人際關係 和那個世界的人際關係 如此相似也是 總覺得兩個世界通過 強大的命運之神 聯繫在一起 不然怎麼樣?辛苦你了 雖然平凡學生作戰 沒起到什麼效果 一直到下一個鬧事者出現之前 還要繼續麻煩你 以皇家神獸學院的學生 在這裡了 喔!殺人 真的是偶像 你看 是語音 各位 我們實況的皇家神獸學院 就是為了這個 等一下 之前有個朋友看完第一集跟我說 為什麼會有殺人精的海報 就是因為殺人精是偶像 沒想到是真的 喔 喔 連普蘭西斯都有語音耶 什麼角色都有語音的感覺 以前兩個是同學是嗎? 就突然有一天殺人精突然變偶像 他可能去參加了什麼 偶像徵選之類的 或是他突然加入了什麼 不知道是選偶像阿 還是什麼 偶像大師阿 我也不知道 喔喔喔 第二張要開始了嗎? 欸對耶 偶像殺人精騷擾著大騷動 各位 各位 第二張精彩 各位 第二張真的精彩 我要先玩一點點的第二張 勛骨烈後面還有什麼故事等待著呢 感興趣的話就來找我吧 好我們 花了兩集玩了Prologue 又花了四集玩了第一張 我們現在要開始第二張 我小小的玩一下 玩三分鐘就好了 然後我們就結束這一集 然後 第七集就開始我們第二張的主軸 各位 這不得了了 這真的不得了 這一整個都會圍繞著殺人精 這真的很重要 這張太重要了 我們開始第二張嗎 有沒有 頭貼也是殺人精 現在皇家神獸學院的偶像 是學院偶像耶 殺人精來了不知名的信件 當然是以粉絲的來性 我可以拿到影真 這影真除了做制服 不知道還可以做什麼 好開始吧 先先開始吧 先玩個三分鐘就好 不然這集太短嘛對不對 二年級教師 你是二年級嗎 你是一年級吧 然後殺人精是二年級 應該是這樣 哦 是你記姓的哦 你記粉絲來姓是吧 哈哈哈哈 殺人精是個常常跳課的學生是吧 呵呵呵 悲狀的情書 有廚師表悲狀嗎 吐沙人精 希望你能了解我的心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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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嗎 我覺得你的自信跟第一張那個流氓有的屁欸 好啦 總之我們靜觀其變吧 至少你的信要放成功啊 我們先看能不能放成功 而且不會被發現 血信而充滿真誠 你有嗎 你真的有嗎 我不知道啊 聊一個就看關自己思考 加油啊 普蘭西斯 至少放信這件事情一定要成功啊 普蘭西斯 又又怎麼了 只不過是放個信而已 什麼 來了 完了 看起來要失敗了 到底能不能放上呢 把信 把信放下來就跑 好啦 好像是放上去了啦 但是好像會被別人發現 就桌上有信 什麼 三人精 桌上有信 所以說啊 咦 這不是三人精嗎 後面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總不會再加我有男朋友了吧 還是這是保鏢 太陽從南面出來了 看來三人精真的常常跳課啊 還是請假 還是為了工作而請假我不太確定 但是總之出席率真的是少得可憐就是了 已經連同學都不知道了 我以為按都有配音耶 真的是每個角色都有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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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說話真的是很傻耶 喔這是經理啦 喔 身為一個偶像有個經理在旁邊是很正常的 可是這個應該是 就是 這是變身術士嗎 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他在另一個世界是 反正應該是黑色的翅膀 不知道誰 我沒說 你們有看到嗎 看到的話很不妙 不要偷看別人的情書 還真的耶 還真的耶 請說的韓文也叫ラブレット嗎 是不是我聽錯啊 直接被丟掉耶 好狠啊 喔OK 是好像真的是變身術士 哇太可憐了吧 哇 哇真的很兇耶 居然要看嗎 回心轉意了 好啊 總之他看了 博蘭西斯加油啊 雖然我覺得他應該 不會動性就是了 就是個昌德類嘛 所以才會 一開始 忍掉然後後來 喔我看一下好了 就是 就是所謂的昌德類 OK OK 沒問題 看一下他究竟會有什麼反應 好啊 真的是很兇耶 我們必須適應他這個性格 不然我們後面會受不了 不要忘了 他是我們最喜歡的殺人精 喔 他今天到底要講這個幾次啊 好啦 總之他是走了 冒汗冒汗 性可真火爆 跟TV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偶像包袱啊 蛤 蛤 怎麼胡掉了 殺人精我會親自 的殺了你 那先這樣 為什麼自胡掉了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胡了 所以要找保鏢的事嗎 然後就會跑來找我們尋古列 OKOK 我都想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吧 我不知道 又要再播一次 一樣嗎一樣 一樣我就跳過了 好 好啦就當OP啦 各位看官聽一聽吧 各位看官聽一聽吧 殺人精 這一張的主軸 就是殺人精 就當OP吧 補番不是每一集都會放OP 就這樣感覺 就這樣感覺 所以就再看一次吧 OK Chapter 2 先接個電話吧 尋古列發生的騷擾事件 喔 騷擾者 不是普通的騷擾者 是非常邪惡的騷擾者 詳細的情況在辦公室在做 那我在辦公室找你 好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那個 稍微知道第二張 大概是怎樣一個來口 就是殺人精 原本他應該收到一封情書 結果 陰錯陽差 以為是殺人預告 殺人精 殺人預告 好不好笑啊 好啦 總之 有很高的可能 那應該都要來找我們 要來做殺人精的保鏢 或者是要阻止 或者是要找出 這個 寄信的人 然後不知道 普蘭西斯會怎樣 對 然後這集現在這邊做個結束 如果有第七集的話 就會直接繼續遊玩 這個第二張的部分 好了 大家好 小明星期間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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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分享這影片 大家也分享出去 跟你的朋友 想繼續看 希望可以在我朋友 按個訂閱 按個訂閱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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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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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